修行千捷只求衣物 今天看到这篇文 我很喜欢 写得很透彻 原来修行千捷只求衣物 修智慧不修制约 叩拜不是弯下身体 而是放下傲慢 念佛不是声音树木 而是清凉心地 合掌不是并拢双手 而是恭敬万有 禅定不是常做不起 而是心外无物 欢喜不是颜面和乐 而是心境舒展 清修不是摒弃欲望 而是心念无私 布施不是毫无保留 而是爱心分享 学佛不是学习知识 而是践行智慧 成道不是看见佛祖 而是终于看懂自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